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MASTER名剧细节 我是唐义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赵者伦四段 赵者老师您好 大家好 然后今天为你们带来的是MASTER对阵骑胜 聂宇平老师的对局 一般是MASTER的黑 聂老师直白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版 是大飞 然后聂老师挂脚 然后是单关跳 是分头 然后黑棋是小飞挂脚 普通代说白棋好 一般是比这边比较常见 然后白棋X2 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挺想手脚 还是挺扎实的 从我们人类的理解来说 因为这个地方是单关 所以就不愿意被白棋走到这个地方 是因为底下是露着风的 实战的MASTER这个地方是没有 跟我们人类是想法不太一样 对他选择的是小飞挂脚 然后聂老肯定是赶快抢占了这个 这个其实我觉得白棋这个效率很满意 至少从我们的理解 从我们现役的职业技术的角度来觉得 还是这部切还是挺大的 就是我们人类的理解 是 然后黑棋是挂脚 挂这个 挂起手 黑棋是跳起来 然后白棋是飞压 跳 黑棋是爬了一个 然后是跳 这个其实是好像跟我们一旺 这个也没怎么见过 要不然就单跳 要不然就往里脚上走的也有 爬完再跳 要不然爬三个再跳 好像一般都是 对爬三个再跳 他爬两个再跳 确实是之前没有见过 对 这也是MASTER的手段 然后白棋尖 是贴的 嗯 其实是贴的 嗯 然后白棋跳 这也是奇形的要点 然后黑棋是拐了一下 拐一下便宜 这以后冲段不是多死一个吗 对 但是它多死一个就多打 多一个打 倒是也不一定 嗯 然后是拆回 嗯 然后白棋也拆 对 白棋拆这个 嗯 这时候其实挺想打入左边的吧 打入这个吧 对 嗯 因为白棋这个大家看白棋已经火了 嗯 这地方已经都是活得很安静了 嗯 然后黑棋这个地方其实没有火干净了 然后白棋头也在外面 从这个地方如果大家一起往外跑的话 黑棋这块和这块其实都不是很好 对 如果黑棋比如说我们简单说跳一个 白棋也跳 白棋也跳 对 这个 你要不走我这一跳 对 黑棋有点难受吧 就把黑棋给招进去了 嗯 这边尖一个 对 我得立一个 是吧也是这样 嗯 这样的话 慢慢下 对黑棋这个其实你也就跳 嗯 这样我觉得白棋挺满意的吧 挺满意的 嗯 因为白棋大家看白棋就这一块 然后黑棋呢 这有两块 然后呢 反正白棋这个出头其实也是有价值的 出来之后对白棋这边的这个模样也是有限制 这样呢 等于是把黑棋这个 原来我们看黑棋这个其实 等于是立了几个之后 拆过来的这个阵子也给打了 打断了 嗯 像这样的话我觉得白棋应该是可以满意的 这个拆可能当然也是很大 但是不是那么急 对 可能是有稍微就是稍微有点缓 对 嗯 像你老觉得像这样 对 你老觉得不急于觉得已经沽了 嗯 就是已经觉得形式不错了 留分了 对 我还可能主要还是考虑到这个拆二吧 嗯 我觉得白棋可能觉得 能拆到那个觉得是便宜了 然后黑棋也是挑了 嗯 黑棋可能得补这个 白棋跳 嗯 然后黑棋是在 点点 这是点了一下 白棋是拖 嗯 这是职业球常用的一个手段吧 嗯 如果单挡的话被黑棋靠住 那这个拖就再走到 对 如果你再拖的话 黑棋肯定就是顶在这儿了 对 这样就差好多 嗯 所以呢他先问一下你的应手 黑棋实战是退 对 然后白棋 扎到黑棋这个就 就没劲 因为以后白棋这搬扎完之后 这块是活的 对 那黑棋呢 这地方也不肯靠 对 双方就是 在这时候依然交换一下 也就高于段落 对 嗯 黑棋也没靠 黑棋是坚定 嗯 白棋是长 嗯 其实像这样的应该还是一盘军事吧 嗯 双方应该都没有特别大的失误 还是一盘细气 对 然后黑棋夹 夹 白棋飞处 白棋飞处 嗯 黑棋是 像冲 冲 黑棋长 嗯 这个时候聂老师是选择了斑这个 嗯 这几步可能稍微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 可能觉得稍微有点缓 嗯 就跟当初的这个这个拆可能有点有点像 就是稍微有点缓 嗯 正常来说 因为这块大家可以看白棋其实已经活了 它实际上呢就是这样等于是在活的基础上又去做了一个眼 实际上它是这样 好 对 这几步去感觉稍微有点缓 嗯 如果这点没有的话 这样下倒是无可厚非 它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活了 等于在这活的基础上呢又去做了一个这个眼 感觉稍微有点缓 对 正常来说 飞一个 对 那上面的点角是不是也可以 点角 嗯 也挺大的 或者这边要走 这是不是有没有过分的 局部行也不是特别好走的 嗯 对 其实这地方等于是留我这个冲段吃三个的精神的手段 大家可以看这条随时冲段 黑棋是只有吃在外面的 嗯 这不可能加上的底下 所以这三个子其实是随时都是掉在外面的 白棋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 所以我觉得点角应该是挺大的 至少这个局面来看 嗯 或者如果要战斗的话 是不是直接冲段 直接冲段 也有可能 对 如果是好战的这个棋手的话真的是 因为这地方实际上好像是有一个打入的 对 因为它这地方并不是特别厚 嗯 它实际上这个下方 总是感觉 首先有点缓掉 这个方向好像也有点问题 嗯 我觉得盛聂老师开局下得非常满意 对 可能已经是觉得 简单的这个 走一走这棋就已经乐胜了 嗯 然后黑棋在这个局部实际上是靠 白棋搬 嗯 黑棋虎 嗯 白棋吃 嗯 黑棋接上 这个 这个其实在我们以往的认知 这是俗手啊 对 这靠的虎 就是感觉特别俗 上面脑袋上被啪来一棒 然后我们以往还是觉得是 手脚的话是手在这儿 或者是这儿味道 这样味道好一些 那板手这飞蛾应该是最常见的 大家可能都会这样想 它就算出头 我觉得就靠的长顺也挺好的 对 因为白棋这三个还是有点薄 对 但是它就是肯定比较麻的是 就是当白棋长的时候 它下一步是挡 如果挡它 有冲断是吧 对 白棋肯定直接就冲断了 但是事情应该也不是很怕 黑棋就补一个嘛 就算就压一个 能压到吗 嗯 能吧 然后我就捂一个吧 捂一个 半张或者立一个 我立一个 立一个 嗯 你应该也没 我下手就压过来 赶紧一点也吃不下 你得拐 我觉得那我就跳 嗯 啊 黑棋也不怕 坐这儿 嗯 你就肯定不可能被我压过来吧 这压过来都脸上 对 这应该也得拐 你拐我就跳一个吧 这对方打吃是先手 嗯 这样黑棋作战也不怕 对 黑棋如果更狠的 我不知道直接压行不行 这样就是不给白火露 那我点讲 你立吗 我不知道 我比如说 别说挡一个 哈哈哈哈 不知道谁是 这样是不是太腫了 哈哈 就扔一个 嗯 脸会抖 这样很木顺 这样会 不不不我给它摘上 你要摘上 我不会那样 我腿太腫了 这样你不乐观吗 这样你走着啥了 这样不乐观 这样不乐观 那我还是立吧 这样不就等于你就吃了这个子吧 我以后再打你一下 嗯 我还是立吧 其实我立你爬是吧 对 好 你的味道好像也不是很好 我死 谁死了 不知道 我这有一个是 哈哈 我打死了 你接上 立一个 我挡下来 我挡下来 肯定不是我死了 应该也不是我死 但我觉得有个打结 不是你死 不是你死的不就是我死了吗 可以给你来 你可以打结 这样我可能是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 这样有点危险 我先拐一个 算了 这个 我断一下 我断一下 断一下 你先断是吧 那你能拐到 你拐我怎么赢 我不知道你怎么 你跳一个 你真的不太有力 我跳一个 你拐掉一下好像是 好不少 好不少 反正这样挺复杂的 挺复杂的 实际上它这个下方感觉 至少从我们的认知来说 觉得一般 对 打了一个 它这里边如果是 如果是白旗只能扎上 然后它再补一个的话 这样的话还行 它这样这个角看起来还挺亮的 我觉得你好是不可能这样 你看这地方就隔了一个 它不然这还被点了 对 就本来这样的话我觉得也不太肯 你这还被点了一下 对 所以说这个 实际上 你要是点进去就还是非常 反击的好手 对 好奇 黑旗这时候不可能说 去打这个 他现在打了这两个手 实际上太臭了 对 白旗点 点完一尖 对 点完一尖好手 我们可以看出黑旗这个形状是不太对的 黑旗吃 白旗是接上 黑旗挡住 这个时候 对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死活了 白旗旗这些虎一个的话 黑旗是不是不太好办 虎一个话 这个局部看起来应该是 我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近虎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手段 除非说我是不是来就这个 我这个黑旗其实负担有点重 如果你打这个节目 你打出的话 你整块就死了 对 因为我这样打去你打 我提完提完之后 这一整块都不活 都要死 所以说其实这个也不是特别严厉 虽然说看似是打结活 但其实这跟近虎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我估计这样的 黑旗是不是得顶这个 对 白旗拐 这其实还没有活 没有活 如果黑旗做活的话 白旗 其实白旗现在也不着急 这个因为是打结活 对 这个不大 黑旗可能会跳游 跳游挺难 我能不能脱一个 我能不能脱一个 脱我就 让你在煎 我就躲住 是起码 还行吧 这样你长的话 我正好煎一个补回来 我也挺厚的 对 那我落后手了 如果我长你煎 那我马上就得补 对 你必须得补 不然你不活 看完好 黑旗不是很乐观 这样等于黑旗先靠了虎 然后我把这活了之后 你后手做活 对 然后其实你看你这下就爆损 如果这样的话白旗好像形成还可以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黑旗挺薄的 这边是不是有点 有没有这种 其实这些我这如果说掉你一下 你不太好硬 你要贴的话 我这个两四线手我跳出来 不会贴 它也就补一个 虎一个 虎一个 或者虎一个 虎一个 虎一个我有没有冲断 好像不行了 你可以双一个 你再冲断我可能只有分死在这上面 对 不然我这也太死 但我贴没有意义 我贴着这块都是活的 对 你说我走一半可能在这里边也没有 这其实特别还是想打进去 但这有点过分感觉 因为它双鞋手 打进去就可能 你走这挺好的 走这是吧 有点感觉白旗 白旗这个角15目 25 30 40总有了 黑旗这个就5目 如果黑旗这样做活的话 白旗把这个活 这个其实也很大 很大 非常大 其实活完以后 这地方其实不能算黑旗的空 白旗可以先掉一下 对黑旗补一个 然后这样 黑旗其实这些 我断你接上我尝完粒 你要收起吃 其实你没多少目 是没多少目 关键是现在你这样 就10多目 而且我这托如果算我的话 这不能算你 我这都已经到这了 你再托算你的 你就不是太欺负人了 不这样的话 这点白旗形式不差 肯定是有的像 对 而且白旗后关键是 但是其实黑旗已经过了 黑旗的力是限制的 对 这样黑旗倒是也不会走 这样黑旗就把这个拐死了 把这个拐死 你力先生过以后这一连班 要把我打 坐下 然后你再补回去 对 这样 还好 这样反正这小时还有效 对 上方应该是一个军事的局面 对 然后实战的伊丁老师是在这个局部出现了失误 对 因为它是快旗 其实说实话这个点我也没注意到 对 当时在看这把旗的时候 对 然后是接上 然后黑旗这旗是有拖这个的好旗 对 这不确实是好旗 嗯 它如果这旗直接大飞的话 白旗煎 嗯 然后呢 可以去 比如说要回来的话 白旗这样一做 嗯 就是这个刷火了 就可以先团一下 团是不是团的到 对 就这样吧 对 这样就是刷火 不行 这样死了 它被点死了 团不到了 点的时候团 对 点的时候团 再火了 嗯 但是就算这样白旗是不是也应该走在这 对 这个好像就挺清楚的 对 这样的话其实 等于说局部是打结火 但是如果说你不走的话 那等于说是进火 你也不敢来杀我 对 对 黑旗走这个的话 黑旗飞 白旗走 黑旗退 白旗就团在这了 这样直接就坐在这活了 嗯 也不用坐在这活 反正这个就比最好 嗯 所以它实际走在这 被这一拖 因为马上黑旗这个地方要挤过 对 然后你要走这个的话 被一大飞 然后你看看这个线 等于说这个时候 浇化了一下 浇化了一下也没了 嗯 这一下损失太过惨重 对 然后等于说尿 读着秒也没有时间拆一 然后等于说这个损失非常惨重 对 这一下其实是 其实这番旗 已经很难 难以继续了 因为大家可以看这里边走到那么多个 然后这个地方煎了一下 损了一下 这个地方点了一下又损了一下 然后到最后全都死了 这还点了损了一下 对 就是这一下损失太坦了 这也被吃掉了 对 然后等于说黑旗是立在这里面都不苦 对 相当于黑旗在这走的一个 然后白旗在里面扔了一个 是 嗯 就是这么一个趋势 应该说尼老师这盘旗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如果虎在这儿 其实我觉得白旗还是很好下 因为白旗非常厚实 非常厚 有可能黑旗时空要多一些 但是白旗厚 对 而且黑旗这里也有冲断 各种手段这样 如果虎一个的话应该是一盘军事 嗯 这样被一托死呢 这一下确实 没法再难以为敬 嗯 前面呢 布局的话应该是尼老师 还是比较好调的 这个地方拆到 那后来呢 可能这个搬了长稍微有点 有点坏 然后还有这个拆也是稍微有一点坏 嗯 对其他的应该都还 双方都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一盘期吧 嗯 对 这般聂老师比较 因为确实是因为聂老年纪大了 然后 而且又快期 而且是往期 我估计聂老应该也很少下往期 对 比较很难适应 对 嗯 好 非常感谢乍者龙老师今天非常精彩的讲解 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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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